约翰和狗 世间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知道报恩的 虽然我们在救助动物的时候 并不是想要它们回报 但有时候动物真的会带给你很多幸运 会让你的生意发达起来 让你身体更健康 或是感情方面、家庭方面 更增加幸福与快乐 每个动物带来不同的礼物 你要静静地体会才能发觉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饭吧 这家中国餐馆饭菜的味道非常的棒 我们的朋友应该已经到了吧 哎哟,我的老朋友约翰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我都等很久了 是啊,约翰 我们已经问你点了 你最喜欢吃的菜 都已经煮好了 你马上就能品尝到了 哈哈,谢谢你们了 这位先生是谁啊 怎么这么受欢迎 你刚来还不认识他 他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听说是位非常有钱的富翁呢 富翁约翰身边 每天都会围着许许多多的朋友 但是这些朋友 与其说是约翰的朋友 倒不如说是约翰手中钞票的朋友 因为那年经济危机的约翰破产后 有些朋友全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约翰,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我的房子已经被银行给查封了 现在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能在你家住一段时间吗 等我找到工作就立刻搬走 约翰,我实在帮不了你 要知道我家里也没有空的房间 那能让我在客厅睡也行啊 我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去了 我家客厅也没有地方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哎呀,杰克,我的老朋友 几天不见,可想死我了 老朋友? 我曾经也是他的老朋友 就这样,约翰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家产 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朋友 他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穷困流浪汉 唉,我现在真的变成流浪汉了 我最亲爱的朋友,你放心 有我们陪着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 对啊,对啊,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好了 我们是你最好的朋友 是啊,谁会和流浪汉做朋友呢 唉,我真的变乞丐了 不管了,我要拿这个钱去买东西吃的 不行,我已经一整天没吃饭了 你别打我面包的主意 好了好了,别这样看着我了 我分给你一点 可怜的狗狗 看来你也是饿坏了 饿肚子的滋味非常不好受吧 不行,不能再给你了 要知道我也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也饿着肚子呢 好吧,我再分给你一小块面包吧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天色不早了 要找个地方过夜了 面包已经没有了 你不要跟着我了 真伤脑筋 这只狗竟然跟定我了 唉,现在我一无所有 它跟着我做什么呀 约翰对这只时时刻刻跟着它的流浪狗 实在没有了办法 于是便收养了这只狗 因为这只狗的到来 约翰的心情竟然好转了起来 好了好了,不要闹了 我肚子都饿了 我们该吃午饭了 宝贝,快吃吧 这是你最喜欢的香肠 怎么,你也想吃香肠吗 那个,我们的钱不够买香肠的 真是对不起 真是一只通人性的狗啊 我现在穷困潦倒 没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 只有它不嫌弃我 并一直忠诚地跟随着我 哪怕每天只吃那些硬邦邦的面包 也不离开我 我忠诚的朋友 我发誓 以后一定让你每天都能吃到香肠 从那天起 约翰开始振作起精神 他对生活又有了信心 开始工作 赚钱 他要让跟着自己的流浪狗 不再受苦 约翰 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了 该休息一下了 没事的 我不累 我再装几车祸才休息吧 约翰 你这么卖力地赚钱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我的朋友 我不想让我的朋友 再跟着我受苦了 朋友 约翰 你对你的那位朋友 可真好啊 我想他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是啊 在我最困难 最贫穷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我 只有他一直在我身边 给我带来快乐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约翰辛苦地工作着 赚到钱后 便开始继续从事 自己所熟悉的生意 短短十几年间 他又成为了一名富翁 哎呀 这不是我们的老朋友约翰吗 是啊 约翰 好久都没有你的消息了 你可知道 我们有多想念你啊 哦 你们是我的朋友吗 是啊 约翰 你怎么连老朋友都忘记了 约翰 你这样可不行啊 最好的朋友 当我无家可归的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在哪里 当我鸡寒交迫的时候 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在哪里 经历了那段贫困的日子 我已经知道 谁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才是我最好的朋友 到了晚年 越来越富有的约翰 还盖了一栋很大的房子 收养流浪狗 并安排人员 对他们进行 很好的照顾 约翰先生 我实在不明白 你为什么 要收养这么多流浪狗呢 我现在的财富 就是一只流浪狗 带来的 如果没有它 我也不会有今天 其实很多狗 会带给人家富裕 不是只给人家快乐而已 每一个动物来你的家 一定会带来一个礼物 你可以慢慢静静地观察 不是说 它会送一本书给你 或是送一块饼干给你 不是这样 而是它慢慢地 会在你的内在 带给你很多不同的惊喜 和不离不弃的情感和希望 原来是这样啊 动物有时候 真的是人类的助手 但是很多时候 它们帮助了我们 而我们却不知道 是啊 人和动物都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而且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律师小姐 我今天请你来 是想立下遗嘱 立遗嘱 是的 我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想是该立下遗嘱了 律师小姐 麻烦你给我写下来 我去世之后 我所有的财产 都用来照顾流浪狗 啊 约翰先生 我没听错吧 您是说 您的亿万家产 都要留给流浪狗 是的 没错 因为 它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还有 中文字幕——YK